第二十题下表示AB两物质在甲乙丙三种液体中的溶解情形 请问哪一种液体最适合用来分离AB两物质 既然是利用溶解来分离物质 那么应该是一个可融一个不可融 才可以利用溶解度的不同把物质分离 那我们的甲两个都可融无法分离 我们的丙两个都不可融所以也无法分离 只有我们的乙一个可融一个不可融 才可以利用溶解的状况来分离物质 所以第二十题问我们说 请问哪一种液体最适合用来分离AB两物质 我们答案选的是B乙